看来聚集之夜 为弟子宣说教诲后入涅槃的情景 佛座吉祥卧 面带微笑 神态平静祥和 祖尊身长7.27公尺 为几多王朝样式 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企业 猫的笑心 家住乡下的王先生非常有爱心 他每天都会将一些食物放在屋外 给一些流浪的猫来吃 王先生 你又出来喂猫啊 是啊 不止我们要吃饭 那些小猫也要吃饭啊 哎呀 怎么这么多食物呢 你养了多少只猫啊 我跟你说啊 王先生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大好人 他这些年来 一直在喂养街上的流浪猫 哦 原来这些食物是给流浪猫吃的呀 是啊 那些在街上流浪的猫真的很可怜 尤其是年纪大的 身上有伤的 和还不能独立觅食的小猫 如果没有人理它们的话 它们会饿死的 所以我每天都会帮它们 准备一些吃的 王先生 您的心肠可真好啊 我只不过尽自己所能 来帮助这些可怜的猫而已 王先生喂养流浪猫 有七八年了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不容易啊 哦 七八年了 王先生 是什么原因 让你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呢 哼 因为我一看到那些小猫 就会想起小花 小花 哦 小花呢 是王先生家里 以前养的一只小猫 哎呀 它们等着吃饭呢 王先生将一盆食物放在屋前 然后它拿着一块小石头 敲打了几下盆盐 随着当当的声音 许多流浪猫 像收到信号似的 跑了出来 王先生 你能说说小花的故事吗 是啊 王先生 我也只是听说 你会喂养流浪猫 是与你曾经养的那只猫有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 这里还是个小村庄 乡下嘛 家家户户都养猫来抓老鼠 我家里也养了一只 名叫咪咪的母猫 儿子 我看咪咪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它是不是怀了小猫啊 嗯 是的 那刚好 隔壁的张妈妈 前几天还跟我说 要是我们家的猫 生了小猫 就留一只给它呢 嗯 前阵子刘大哥也说 它想养只猫 不知道咪咪 会生下几只小猫呢 到了六月 咪咪生下了五只小猫 这五只小猫当中 有四只长得毛茸茸 胖嘟嘟的 模样非常可爱 只有一只又瘦又小 长得丑丑的 不讨人喜欢 咪咪怎么生了一只 丑丑的小猫 是啊 这只小猫 怎么长得这么丑 和它的兄弟姐妹 都不一样 妈 刘大哥说 它过几天 要来挑一只小猫 我看这只丑丑的小猫 可能送不出去了 送不出去 我们就自己养吧 对了 张妈妈想要白的毛 你可别送给别人哦 好 我知道了 那五只小猫中的四只 刚满月 就被亲朋好友 一一选中 抱走了 只剩下那只 丑丑的小猫 没人要 于是我们将它和咪咪 一起饲养着 我就知道 这只小猫一定没人要的 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和咪咪 一起养着吧 不管它有多丑 它的母亲 也不会嫌弃它的 那只小猫 就这样留了下来 我给它取名 叫做小花 在咪咪的习心照顾下 小花渐渐长大了 它性情温和 经常用它的小舌头 帮妈妈整理毛发 儿子 你在看什么呢 妈 你看 小花在为咪咪 整理毛发呢 是啊 它这样做 有一段时间了 它每天都会为咪咪 梳理毛发呢 别看小花长得丑 它可是非常孝顺的呢 小花真的非常孝顺 它和母亲整天待在一起 陪伴着母亲 从来不单独外出 转眼间 到了冬天 有一天 咪咪不知何故 造成后腿骨折 痛得它 一动也不动 水不喝 饭也不吃 小花一直守在妈妈身旁 含着泪水的双眼 直直地望着妈妈 不时地用小嘴 轻轻妈妈的嘴 啊 咪咪的腿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也不知道 我发现它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了 唉 可怜的咪咪 它应该很痛吧 嗯 啊 咪咪今天都没吃东西吗 是啊 它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小花为什么跑出去呢 那是小花出生以来 第一次离开妈妈单独行动 直到天黑 它都没有回来 妈 小花还没回来吗 嗯 没有呢 不知道 它跑到哪里去了 是啊 小花平时从不乱跑的 今天它是怎么了 妈妈都这个时候了还没回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发现小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 她身上的毛更加蓬乱 样子显得非常疲惫 它双眼含着泪水 一眨也不眨地望着母亲 妈 妈 你快来看 小花回来了 而在咪咪面前 整齐地摆放着一只小麻雀和小老鼠 虽然小花也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它是为了让妈妈有胃口 而尽自己的权利 抓小动物来供养妈妈 以尽孝心 小花这是想帮妈妈换换口味啊 是啊 瞧它累的 看来它也一天没吃东西了 小花 你可真是一只孝顺的猫啊 后来 咪咪的腿虽然康复了 但却留下了后遗症 走几路来 一拐一拐的 而小花 总是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 寸步不离地保护着 生怕母亲再遇到伤害 唉 真没想到 一只猫竟然有如此孝心 很多人类都比不上小花呀 是啊 世人都知道 小羊贵乳 乌鸦反哺 使尽孝道 以报答母亲养育之恩 谁会想到 小猫竟然也能饿着肚子尽孝 看来动物的情感和我们人类无异啊 所以从那以后 我深深体会到 猫的情感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甚至有些时候还会超越我们 现在很多人会将家中饲养的小猫遗弃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我只能尽自己的力量 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小猫 在海边的渔村里 有一户穷苦的人家 家中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这户人家的儿子名叫阿国 一直靠帮人捕鱼赚钱来奉养母亲 而她的母亲因为常年的腿脊 无法正常走动 只能依赖儿子寸步不离地照顾 妈 饭好了 你快吃吧 嗯 好啊 阿国 你也吃啊 我已经吃饱了 妈 你赶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哎 家里又没米了 看来得找张老板出海赚点钱买米了 阿国为了照顾母亲 无法出去赚钱 因此家里的生活十分艰苦 幸好村里捕鱼的张老板 对他非常照顾 经常安排阿国在近海捕捉一些鱼虾 来换取生活费 你看阿国来了 他家里肯定又没钱买米了 是啊 阿国他真的很孝顺 平时都待在家里照顾他妈妈 等到家里没有吃的了 他才会出来工作的 嗯 这真的不容易啊 阿国母亲的腿疾越来越严重 去了好多家医院 也没找到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 直到有一天 阿国母亲小时候的玩伴来探望他时 才道出了病因 阿娟 我们好多年没见了 是啊 我们应该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吧 时间过得真快 我们俩都变成老太婆了 妈 我回来了 嗯 妈 这位是 怎么 你不记得了 这位是你阿娟阿姨啊 你小的时候 她还抱过你呢 哦 是阿娟阿姨啊 好多年没见都认不出来了 妈 要买回来了 你可别忘了吃啊 药 阿姨 你生病了 是脚痛的老毛病 去了好多家医院 都检查不出原因 阿姨 不满你说 我前几年 我前几年脚也是痛得要命 根本就无法下床 每次痛的时候就像是被针刺一样 对对 我痛起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阿娟 你的脚后来是怎么好的 阿姨 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脚为什么会痛成这样吗 这我真的没想过 是啊 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都会帮忙做鱼串吗 海边的渔民会将捕获的小鱼用竹签穿成鱼串串 然后晒成鱼串 然而阿姨和阿娟小时候经常当家里做鱼串 当时我们没想过用竹签刺穿鱼儿的身体 他们要承受多大的痛苦 现在我们切身体会到了 这就是果报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脚痛是因为遭受了果报 是的 阿姨 你真会说笑 我妈妈的腿脊 怎么会和小时候做鱼串有关系呢 阿国 你可不能不信啊 我和你妈妈这些年为腿脊所苦 那就是果报献钱了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后来一位学佛的师父告诉我因果报应的道理 我才知道原来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只有放生护生多积善德才能补救 阿娟 莫非你的脚就是因为不杀生才好的吗 是啊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便开始吃素放生 果然不到一年 我的脚就不痛了 阿国 以后我们也不要再吃鱼虾了 吃素就好 好吧 从那之后 阿国和他的母亲开始吃素 但是阿国依旧经常捕鱼 换钱来奉养母亲 他抓的那些鱼最后都被送到餐厅杀死吃掉 沙叶仍然在他和母亲身上累积着 如果真的像阿娟说的那样 如果真的像阿娟说的那样 我们不吃鱼虾只吃素菜 鸡虾善果 我的脚就能复原的话那该多好啊 爸 你的脚会好起来 嗯 但愿如此 可是阿国母亲的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到了休渔期 阿国无法出海捕鱼 因此他非常忧心 家里的三餐没有着落 阿国 你在这里做什么 唉 别提了 现在是休渔期 不能出海捕鱼赚钱 而我家里又快没米了 真是急死人了 我家里还有鱼竿 你拿一些回去吧 不用了 我和我妈现在只吃素菜 哦 是吗 那你只能去都市里 打零工赚点生活费了 我也想过 可是我放心不下我妈妈呀 最近她的身体越来越差 让她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实在不放心 是啊 老人家一个人在家 的确让人不放心 对了 阿国 你可以抓螃蟹去卖啊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于是 阿国每天退场时 就会到海边抓螃蟹 抓到后 用绳子将螃蟹绑住 然后再拿到市场上去卖 赚的钱 他便买些米菜 供养母亲 螃蟹 新鲜的螃蟹 哟 你的螃蟹看起来还蛮新鲜的 当然啦 这可是我今天刚刚到海边抓的 每只都很新鲜呐 哎呀 这不是阿火吗 你怎么会在这里卖螃蟹啊 哎 别提了 别提了 现在是休鱼期 没办法出海赚钱 但家里还有老妈妈要照顾 所以我只能每天去海边抓些螃蟹来卖 换点米菜去 这位阿火可是出了名的孝顺 他为了照顾年长生病的母亲 吃了不少苦 阿火 帮我包几只螃蟹吧 我也要几只 众人被阿火的向心所感动 所以只要他来卖螃蟹 都会被一扫而空 阿火为了能多赚一些钱 于是便抓更多的螃蟹来卖 阿火 你今天怎么煮了这么多菜啊 妈 我现在每天都抓螃蟹去卖 生意很好 赚的钱也多 以后 每天都可以多煮几样菜给你吃的 是吗 阿火 你也多吃点 别配合身体了 然而阿火却没想到 自己抓的螃蟹越多 鸡下的热叶就越多 果没多久 果爆就出现了 他的母亲突然神志不清 将阿火用来捆绑螃蟹的绳子 不停地往自己肚子里吞 妈 妈 你这是在做什么啊 这个不能吃啊 妈 你是怎么了 你别吃这些绳子啊 早夜的钱 如果不这样吞下去 我就会觉得很难过 吞下去就舒服了 妈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 妈 你别这样 别这样啊 几天后 阿火的母亲就去世了 孝子养青 不能杀生 从事杀生行业来孝顺母亲 母亲最终也无法得到善报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我们的天堂 接下来不久之后 九五姐一醒人 再次启程前往聂堂 所以九五姐人生的最后的时光 基本上都在聂堂度过 那个时候很多人听说 九五姐住在聂堂 都不远万里 慕名而来 其中不法很多名师大德 当然了 九五姐的弟子 大人物 哭吞也来了 而且还有很多在家人 密咒士等等 总之 形形色色的人 都敢来 此地 于是 九五姐就按照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给予不同的教授 但是呢 总的来说呢 对僧俗二众 讲说最多的 还是 皈依法 皈依界的利益 还有相关的学处等等 所以呢 这么一来呢 大家在私底下又把九五姐的名字 改成了 皈依师 这段时间呢 藏地很多的名师都来到了这个聂堂 他们纷纷请求九五姐广说 般若八千颂 那九五姐呢 就问大家 你们想让我 让我知道的这个内容范围来讲呢 还是 以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呢 众人答道啊 就按照这个经典的内容范围来讲吧 于是呢 九五姐就只是按照内容的范围 非常简要的 大概的讲了 讲而已 很多的名师就听了之后呢 就十分的不满意 有的甚至就离开了聂堂 人们都说 这也讲的太简粒 也太简短了 当时呢 据说在场的纳索医师 有点像是开玩笑似的 对库敦说道 九五姐呢 教授口诀方面的确厉害 但若是讲经论道 还是比不上您呢 库敦一听呢 马上说道 说得极是 讲经论道 还是老子我略胜一筹 不管怎么说呢 大家好像对这个九五姐 有点失望 转敦吧 这个时候呢 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心有不甘 所以呢 就再次请求九五姐 请按照您知道的内容范围 再讲一次吧 九五姐就答应了 于是呢 这一次呢 九五姐讲得非常的仔细 想进 众人一听呢 茅塞顿开 交口称语 都说九五姐果然名不虚传 后来呢 有人把这次波日讲说呢 做了笔记 所以呢 这个讲说的传承 就保留了下来 叫做康派波日 那么大概就在九五姐 七十岁左右 也就是晚年的时候 他基本上 已经不太会去讲法了 只是偶尔说一些道歌 这些道歌呢 后来也有翻译成了藏文 那么闲暇的时光里啊 九五姐会在他住所周围 走一走 转一转 看着花花草草 山山水水什么的 他尤其十分的赞叹西藏的水 这么的这个清澈透明 他说在西藏累积福德 只需要供水就足够 印度气候炎热 没有藏地这样清凉的泉水 所以呢 九五姐基本上每天都会供水 其实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 供碑的这个传统啊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嘎南派的 九五姐就这样 每天散步的时候 有一天 就想起 请转顿巴说过的话 这天的花连冬天都会开 于是呢 他就问转顿巴 你说冬天开了花 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就给他看了一种叫做刺利的食物 这种刺利其实应该算是果实 不太算是花 长得有点像是带刺的黄杏 反正我们就给他看了这个刺利 就一见就说好吧好吧只能勉强算 你没有骗人罢了 不过在藏地的确有一些特别漂亮的花 是上好的贡品 虽然你把不是花的东西当场花 看来你们很喜欢花 那么我会驾驶这里将来能够长出很多的花 所以从此以后直到现在 鸟汤长出了很多以前没有的各种各样的鲜花 最后姐不仅喜欢花草 而且也特别喜欢小动物 每天在溜弯的时候 她都会跟不同的小动物聊天 比如说她对着小鸟 就问人家 请问小鸟你今天好不好啊 等等之类的这种各种对话 而且她尤其是喜欢小狗 经常就把这些小狗抱在怀里 一边抚摸一边说 小狗大人啊 今天好不好啊 这辈子投胎成了这样 都会以前做的不好 所以要记住啊 然后呢 库敦呢 旁边看到就说 上师啊 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做个大人物 就我姐一听了 立马说道啊 我才不要做什么藏地的大人物 就会损坏我的慈悲心的 那之后之后呢 就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 就是不久之后 阿迪西亚洲 就是卧病在床了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多人 为她修法起伏 而她本人呢 只要见到一次本尊 身体状况就会稍微好起来 但是这样反反复复啊 很多次之后呢 很多次之后呢